HELLO 大家好,我是Rakai,歡迎來到新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與奧特曼合作的一趴大獎 超人歐布的主隊概念 我們即將為大家介紹一些非常實用的隊員 讓大家在合作開放之前有時間 去把這些好用的成員給練起來 那要談到主隊之前呢 必須要了解到他的隊伍特性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長技能 隊伍中只能有神族成員 這是這隊最大最大的限制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 他並不綁定全部都是合作系列才有比較好的發揮 所以只要所有的神族隊員 都是這一次超人歐布的牛棚 好,那這是最大的限制 第二個,我們可以從這個兼具豬來看隊伍的走向 像這邊只有水火目光 互相兼具福祉效果 換句話說,暗屬性被排擠了 那這隊如果你帶上暗屬性的成員的話 他的攻擊力會比較低 所以比較不建議帶暗屬性的成員 好,那再來第三個 在前情的平坎會比較弱 主要是龍科還沒有滿 那龍科滿之後就會吃到這隊的滿倍率 那這隊其實也怕卡暗珠卡星珠 這樣就不會有整隊的攻擊力加成 也不會有減傷的效果 那雙隊長最高是減傷到51%的減傷 其實還滿多的喔 所以這隊主要是靠減傷來撐高整體的血量 可以發現到這隊在隊長技能以及隊伍技能 並沒有對於回復力以及血量有額外的加成 這是比較可惜的 所以這隊最大的敵人就是武士減傷 然後敵方又打很痛 那這隊就完全無法招架了 好,再來是回復力的部分 這隊的回復力基本上很慘 那主要是靠這個隊伍的特性來直接回血 像是你騎手珠是水珠的話 我們直接回2萬點的生命力 那這隊的生命力本身也只有2萬出頭 所以這個直接回滿是 你只要水珠騎手就可以了 那再來火珠騎手的話是整隊攻擊增加 木屬性騎手則是會有一個破隱身盾的效果 光屬性騎手會無視敵方的防禦力 可以解石化珠等比較機車的敵人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這隊的隊伍 騎手珠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隊由於這些隊伍技能好用的關係 所以有些功能卡就可以直接被取代掉了 所以在隊員的選擇方面 我會建議大家多帶一些常駐增傷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為大家推薦 這上面沒有辦法解的一些功能 好,那再來他的直動技能 直接解無數強化盾也不是問題 對,那這些都會影響到他隊員的選擇 所以你隊員就不用帶一些解無數強化盾的角色了 好,那再來我們要介紹到的是小蔣的部分 那這次其實小蔣也能解決到更多的狙霸盾 像是吉田他直接解清除所有效果 並且能夠解除封鎖 所以暧昧什麼的也不用帶了 好,那再來光的超人蒂拿 蒂拿這邊的話也會引爆並且解決冰凍以及雷電之物 所以炸板你也不用帶了 那這個敵方防禦力減至零 我們本身歐布他的隊長技能就 那隊伍技能就有帶這個敵方防禦力減至零 所以這邊都有非常好的搭配 那再來這個超人的話也是解無數強化盾 這個跟歐布的技能有一點衝到了 但也是非常實用的主動技能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這次的大獎與小獎之間的搭配 就可以解決到大部分的狙霸盾了 所以在隊員的選擇方面我會建議大家在其他的卡片選擇上面 主要加強的是傷害以及隊伍的血量加成 所以我們一開始跟大家介紹到的兩個成員 兩個比較大的組隊方向都是以 一開始先為大家介紹增傷的部分 好,那增傷我們常駐增傷的神族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江紫陽的好處是一進場就可以吃到這四倍的攻擊力加成 只要你不被打到就可以維持這四倍的界王權 可以說是非常的OP 那為什麼不推雙子呢? 剛才有提到因為隊伍暗屬性的成員其實是被排擠的 所以這邊不推薦雙子的原因在這邊 那當然你也可以帶啦 那只是傷害會沒有那麼高 那露娜的話則是你可以搭配界王 像是江紫陽這種角色去做搭配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帶江紫陽的話 這個露娜就不用帶了 會推大家這一隊的特性 其實比較適合帶常駐增傷的部分 所以閻西很適合 然後這個上一次改版的夸父很適合 他也會幫你轉出種竹珠 那種竹珠再搭配兼具珠的效果 這個效益就會到達最大的加成 所以夸父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適合的一張角色卡 好那再來如果你要回血的話 凱拉也是可以帶的上的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他的攻擊力會比較低 但是他開上主動技能的話 其實就不用煩惱攻擊的問題了 因為他本身就是自身不能發動攻擊 所以凱拉是一個拉高自隊回復力 非常非常好用的隊員 好那再來一些常駐增傷 就要提到印度神的部分啦 那印度神的好處是 他們有個隊伍技能 只要你是全神族的配置 就可以在進場直接開下印度神的主動技能 那我們歐步的主隊方向一定是全神 所以一定可以觸發到這隊伍技能 那換句話說我們一進場 就可以直接開這個系列的主動技能 那這張卡片的好用之處是 雙隊長有4倍的攻擊力加成 還記得嗎? 剛剛火珠起手 雙隊長會追打火屬性的攻擊 那再搭配上這個4倍的效果 等於是就可以把這個追打的效益 提升到最大效益化 所以這張卡片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帶的 好那再來常駐增傷也可以帶法羅尼 這張也是一進場就可以直接開 他除了增加攻擊力之外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他有增加回復力 那這隊沒有任何回復力加成 所以這個有點挽救到這隊的回復能力 好那再來 如果你要單純增傷高的話 可以考慮帶我們克蛇 拉克蛇迷 就是這張卡片 他一樣是一進場就可以開了 那消除光暗星就可以有2.2倍的持續增傷 非常非常的OP 好那再來 你也可以帶核仙菇 核仙菇他除了有2倍的攻擊力持續增傷之外 他還能夠幫你轉出種族珠 那剛有提到 種族珠搭配到兼具珠的兼具效果是可以更好的 所以這邊核仙菇也是非常非常推薦帶的一個成員 而且他CD很短 CD5就可以發動了 好那再來 其實也很適合的是阿努比斯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 剛有提到暗屬性是被排擠的 所以他攻擊力本身自身會比較低 不過他增傷幅度其實蠻高的 那 他的 有1.3倍 然後CD5就可以發動了 並且 這個 暗神族的攻擊力會有2倍的加成 這點是用不太到 不過他暗屬性掉落率提升 對這隊來講是蠻好的 因為這隊必須消除暗珠或新珠 才有額外1.5倍的攻擊力加成 如果你暗珠卡珠的話 這等於也是少攻擊力 所以阿努比斯好像在於他有常駐增傷加上 暗珠天降加成 這兩個比較實用的主動技能 好那再來 我們介紹完常駐增傷之後 要談到增血量的部分 主要是靠九瘋王的隊伍技能來增血量 他的隊伍技能是自身 八星召喚獸的自身三圍會有1.3倍的提升 我們主要靠這個來增加血量 所以九瘋王可以搭配一些八星召喚獸 像是瘋王系列就是奧丁 奧丁是最適合的 那他本身可以短CD幫你轉出暗珠 這個也跟剛才扣到的 就是隊伍技能要消暗珠才能有額外的增傷 好再來 他有這個跨回合的增傷也蠻夠的 不過奧丁跟九瘋王最大問題 還是來自於隊伍的特性 比較不適合暗屬性的神族陸隊 因為他們攻擊力本身會比較低 這是必須要去考慮到的問題 那有些關卡單純就很機車 他就一路場就是要考驗你隊伍的血量 這時候就不得不帶上這個組合 所以這個算是最後最後的手段 加乘血量的手段 好那再來 彈到八星北歐神系列其實都可以 那這個暗北歐是最不適合的啦 因為剛有提到暗屬性的攻擊力本身就比較低 所以要陸隊的話要非常注意 好那 我覺得陸吸法在這隊來講是比較不適合陸隊的 原因是我們消除火珠可以讓雙隊長有追打的效果 如果你陸吸法把別人攻擊吸過來的話 就等於是這個效果 他本身的效益就會降低 所以我覺得陸吸法是不太適合陸這隊的 那如果你要帶陸吸法你不如帶其他的常駐增傷會比較好 那唯一要帶陸吸法的可能就是 還可以跟九風王一起陸隊 主要是撐血量的一個部分 好那我們談完撐血量的部分接下來要談到更多的功能卡 那這些功能卡就解決剛剛沒有辦法解掉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帶七天地 七天地除了七天地或者是這一張旅動兵 旅動兵會好一點點 因為他有兼具珠的效果 對他會讓暗屬性兼具其他扶持效果 可以讓整隊的攻擊力提升很多 因為這隊本身沒有暗珠兼具的效果 所以旅動兵算是暴力的選擇 不過旅動兵他的血量其實是偏低的只有3100 所以如果你考慮到血量的話還是建議在七天地 那可以把暗珠轉出來 並且有自身的借王拳 雖然自身借王拳的效益很低 但是有時候為了血量考量 那你必須要炸版的話 七天地還是一個你可以選的 那為什麼炸暗珠會很好呢 因為暗珠又可以提供給你額外1.5倍的攻擊力加成 等於是讓你的隊伍一定會吃到那個攻擊力 所以七天地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好那在這兩個介紹完之後 接下來一定要有的就是排珠 現在1515盾太猖狂了 然後其實有蠻多會需要排珠的G8敵人 所以會建議大家第一個首選其實是蛇夫 因為他是給神族會有增傷 然後剛好這隊也是全神的配置 所以蛇夫是第一首選 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增傷 那第二個才是福西 福西他要滿先力才會有全隊增傷 那你也知道先力系統有多難用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如果沒有先力的話 他單純只是幫你轉出種族珠 並且有這個排珠的效果 其實種族珠這個效果 對這隊來講已經非常非常OP了 所以福西算是我第二個排珠的神族人選 那第三個才是特哥 特哥他唯一的優勢就是他是 比較短CD可以開啟 那主要是其他的成員 這邊有個隊伍技能 如果你其他成員發動主動技能的話 他CD會-1 所以他 如果你每回合都開的話 其實他的CD會很快就開啟了 他是排珠的神族CD最短的一張角色 不過他很可惜 他的增傷只有給水屬性的 所以如果你是以水屬性為主的配置 帶上特哥才會比較好 好那這是三個主要的神族排珠 接下來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附加效果消除 這個你可以帶 但其實 這個超人吉田就是初代的超人 這個就可以直接附加效果消除了 所以如果你有抽到這張小獎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考慮不用練木天使了 那再來 這張女神他其實 也是這個附加效果消除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兩種技能 那另外一個技能可以 讓版面有二消的效果 這可以 比如說你暗珠卡住了 那你也可以用我們的阿克亞 如果你只有兩顆暗珠的話 就可以直接發動消除 那再來是二消的話 也跟兼具符石有非常非常大的搭配 讓你的combo數切得更多 整體增傷會更高 所以阿克亞真的是要極限爆發 真的非常好用的一張卡片 所以我還是非常建議阿克亞入隊的 好那再來 再來 我們剛剛提到消除火珠隊長會有追打的效果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搭配巨皮羅 然後讓雙隊長的增傷提升 這樣子增傷幅度會比較夠 並且 他還帶有減傷 所以這也是一張你可以去運用的功能增傷卡 好那再來 由於這一隊是互相兼具符石效果 水火目光互相兼具符石效果 所以像這種天降增加水珠的 我覺得也是很實用大蛇 那這張卡片可以增加蠻多攻擊力的 那再來如果說有一些30水珠盾的話 那你也可以靠大蛇去做解決順便增傷 所以這張卡片我會放在比較後面推薦的功能卡 好那再來 這個盤古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他是12秒的牌珠 然後並且他可以任意製造版面 所以像這種卡暗珠卡星珠或是指定1515盾 全部都可以靠盤古去解 所以盤古真的是一張非常必要的隊員 如果你那時候有孟遠傑有跟到的話 還蠻建議入隊的 但他唯一缺點就是他沒辦法吃到 這隊暗屬其他屬性珠兼具的效果 所以他本身攻擊力會比較低 但我覺得他這個效果換 犧牲掉一張的攻擊是沒有 是完全OK的啦 他這個主動技能太OP了 所以也是非常建議帶的一張卡片 好那最後呢 我們要談到一些還很實用的角色 像是梵天 梵天主要的功用有兩點 第一個 無視黑白珠 第二個可以直接加COMBO 這兩個都非常非常的實用 那增傷部分自身金王拳也有六倍 所以這張卡片 梵天我真的覺得是神組的神隊員 你們也可以考慮帶他 好那第二個呢 如果你要擋一些必死的傷害 那你可以考慮帶天照 或者是真是美好世界出的愛麗絲 這兩個你們都可以去帶 那由於這隊本身血量比較少的緣故 所以有一些真的太高傷害的話 如果不是那種太機車的先攻 那我覺得都可以靠天照去擋掉自命的傷害 所以天照我覺得還蠻有必要練的 然後有些控場 或許用到啦 那這張卡片是 這個遺跡特許中可以刷到 那也是神族好用的控場 也建議大家可以刷一張 這張去做使用 當隊員的使用 好那麼以上就是目前 我推薦給大家一些 能夠入手的神族隊員 有些可能過 有些可能是絕版啦 但是如果你們有的話 都可以練起來 然後迎接 我們即將到來的全新合作 奧特曼 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也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一定先收到你 那我是阿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